这边,天霸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堵墙呢?没想到吧? 直接打摆子要停,切座位,想反打,两哥们都记了 这想不到,真想不到 打劫,这把天霸很穷很穷 能不能连军补点伤害,补了一枪,打下来了 这个是刚拿完空头的吗? 要不要...又一枪头,哇!芥末卷 这个交叉枪线,但实际上是Lemon打的 是的 当然2Tap也有参与集合,这不给他撞了? 人有点多 绕得很灵活,绕得很灵活 对方人实在太多了,队友能不能帮忙补枪 远点,联居打倒两个,这波是有机会能抢救队友的 一丝血跳进围墙,围墙里面是有人的 能救,肯定是能救了 6分,原来是一招脱刀技 是的 3加2那个楼下,等那个人从楼上跳出来 你想啊,我打完这个3加2的人 我是不是马上掉软枪头,我就铺连排别墅 是的,是吧,那我就要非常有气势,实际要往里就怼 是的 这把天霸也没有去抢土路的位置 哦,点下来一个 Cobra就是点掉一个 是的,别哥过来直接想要补分 是的 AOG的别哥 我看见一个黄色的盒子在往下滚 别哥 这个距离确实是AOG的有效压枪距离 很稳这把枪 细节把车还藏一藏 伪装这里没有人等待最后一个打接机模式的机会 8分8 你喜欢打这个图吗?接机 这个图还行 这个图是在打近战的时候是很练熟 但是现在的接机 Pero在哪? Pero还这么远 Pero还在左下左侧 Pero这把 多时间 已经三圈了 噢,遭遇了 龙中拳先点掉Omega 这波要打吗? 小心头顶 头顶会有人摸过来的 阿通姆直接把头给K了 是的 但是对方反抗也很激烈 龙中拳一颗手雷 把MP再次炸到 再来再丢 急火人雷 这个人远了一点 效果一般 这个应该上不去了吧 今天告的V一颗龙中拳亲自来打这个突击 哎哟,被开了 这个闪光弹正好让他捂住眼睛了 是的 这么大弹直接往前压 噢,搞的V 哇,好自信啊 这样冲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搞的V 保障就高很多 一般情况下会跟 但这波的配合 确实不是Pero来跟他 呜呼 被跌掉 是的 Pero还在后点 这个位置好像 不太能动 Pero这波拉开的距离有点远 保不上忙 AZ应该是想要先摸一下这个衫 你看他刚才去炮楼 是不是可以打个绝对 是的,是的 是在这里被天霸拖住了 对 对 水消 被打掉了 顺暴 位置猜的都不选 是的 哇 小佐刚才也是三四滴血啊 但是还是被点掉了 这远点明明抽 啊,把队友炸倒了 直接被补掉啊 完盆在玩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封烟封错封错了吗 有可能 自己这边 自己这边 队友的损失惨重 FM要顺势起推了 绝要已经被拔掉了 只剩完盆 位置被锁定了 这应该没什么机会了 被找到了 是的 FM也是拿到了一个人头 FM要往前顶 要顶吗 可以不顶 对吧 他可以顺势从这个坡就往前走 去白圈边 顶的话呢 就是给后面的圈铺路 对吧 不顶也是可以的 顶吧 看看能不能适应这个 PCL的比赛 仙人雷 没被预判方向还可以 还可以 哇 你还别说 可以 拆的真准啊 要不只有这个石头 这一炮可能要双响了 比赛经验啊 哇 拉出来 对方已经被完全压制了 一个 求求了 给ZGG一个头吧 找到了 漂亮 ZGG拿下一分 你别说 ZGG这一波真的是关键先生 是的 他可能拉扯 有那位了 有那位了 是的 有隔壁老王的味道了 这队友的信息也报得很准啊 这说明他的沟通和交流 正在恢复当中 确实 这一波整个左上角清理完了之后 有一块很大的区域可以腾挪了 FM应该是有机会能进圈的 而且 如果天霸和K 下山的这个坡往里混 圈边混一混 两个人就没什么推进的空间了 是的 这个位置 逍遥有一个说法 这个位置叫无敌坡 就这个位置 找到一条四难一车 但是头顶马上有人了 这波要赶紧拉开啊 不然的话被锁住就很痛 打先手 DT现在也很危险 净点这个位置 一个人伤害烧到两个 烧起来了 龙中拳被点燃 GADV也是被打残 Z机剑能不能破局 一颗手榴弹扔远了 扔火封路 闪光弹开路 被闪了 对方的队友来了 补雷来了 连续两颗手榴弹 王哥 王哥烧打一个 互换GADV往前冲 三级套装 拉过来没打过 啊 只剩下残血的FWIVER了 趴在地上打药 被看到了 哎呀 这一波真的是可惜呀 这里天霸也是倒了三个 17这边两兄弟贴过来了 想要捡便宜 能不能打一个背身 进点是一个单挑 但都在防区里面 翠希和B Cup这边应该是 第一时间没有那么快 看菠菜跟翠潇的单挑 右下角是17的一个劝架 但是来的晚了点 对 而且他进点有人 是的 一直在炸进点的人 没炸掉 108被颠倒 Pero这边也想过来劝架 是的 Pero也来了 那New Happy岂不是坐收鱼翁之力 吃了 所有地方都在打 只有他这里没打 这把New Happy吃了 翠希和这个位置很危险 Pero已经贴过来了 整个背身都漏了的 17这边是放倒一个 而右下角这边 天露也是两开花 打一个炸一个 马英龙被放倒 没来着跑回去 KRG今天还是占据有利地形的 翠希要被夹在中间很痛苦 先把Pero处理掉 自己的血量保持了一个满状态 一打二吧应该是 对 爆了以后动了两步 你看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 很细节 但是位置也被猜到了 打先手 漂亮 蓝圈已经来了 到蓝圈外去打药 非常稳 哇塞 这个打得上来吗 最后一撕血 顶上来 但是吃了个散光弹 还要再打一个包才能出去 小北被放倒 DT还是反身处理掉 是的 被换了一个 被换了两个好像 DT只剩两个了 他们刚才好像是三个 这一波牛海皮开始打扫战场 吹枪 打完闪就要出烟 对方因为没有吃蓝圈 所以说相对的血量健康很多 这个应该没机会了 给窗口扔闪光弹 想要跑 但是出来瞬间对枪 打一个 还有一滴血 再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但是自己这分没给 哇好气 真的好气 这一分还没给到 编了一波 圈还刷到了牛海皮 你看DT已经开始往反坡跑了 这是你在遇到这个DT 来了来了来了 把人赶过去 然后开始收网 这个视角 感觉牛海皮是无敌状态 瞬间 只剩一个 但是被反打一个 无伤大一 被处理掉了 就这样的牛海皮 几乎是不可阻拦的 是的 已经变成三打二 牛海皮的纪律性太好了 这应该直接炸死了吧 直接炸死了 这颗雷炸倒也 也宣告着 结束了 基本上结束了 舞台很大啊 莱姆 周平这个手 这个角度有机会的 能不能秒一个 先秒一个 第二个有没有 再一个 打两个 对方还在很远 有没有机会 补人补人补人 先补人 对方两个人还很远 先把分数拿下 先把分数拿下 稳一稳 七个淘汰 但是圈来了 圈来了 牛海皮其实只要卡住圈 就不给他机会就行了 他真的很努力 哎呀 这种时候就没办法 是的 他很秀了 但是没有办法 KRG今天一天拿的分 一枪带走 等于之前一周拿的分 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KRG是的 看到吗